肺动脉高压 要确证肺动脉高压的话呢 我们说我们有客观的一个检查的方法 我们目前金标准的话呢 就是做右心导管 我们右心导管测量肺动脉的压力 右心导管测到的平均肺动脉压力 超过20毫米拱柱 就把这个患者证断为肺动脉高压 这个标准呢稍微放的宽了一点 当然我们测的过程当中 在海水平面 海平面呀 浸息状态下等等 当然就是右心导管的话 测量的话呢 它是一个介入性的操作 可能患者好多患者 他不愿意去做这个检查 那么我们也可以粗略的 用这个无创性的方法 你比方说超升性弄图 去粗量的评估 或者是估算出来肺动脉的压力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说超升 那么它的标准是 肺动脉的收缩压 超过35毫米拱柱 就认为这个患者 可能有肺动脉高压存在了 但是超升它侧 就是因为我们的精神 那么多压力的 我们的精神 可能会有什么 那么多的 我们的精神 一样